六祖的无相诵 收通及心通 可以前前听得懂吗 那个都是我们以往有研究过 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里面的经话 那我们讲到这个心通的部分 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就没有把它这个讲完 所以我们要这个心通 就是要领悟 重新能够领悟真理 然后已经通达那个真理的世界 叫做这个心通 那么这个发现心通的部分是五祖 本来大谋祖师传到我们中国来 是弄切金 有四本弄切金 所以我们适合我们中国人来修 可是到达五祖的时候 就把那个嫦切金搁着 然后转收这个金刚金 所以从五祖开始 所以从五祖开始就这个金刚金 以主要的来让众生能够心通 那或许你看这个金刚金能够让我们 心通就是在第一分 那个续分 第一分 因为第一分所细数的全部都是 释迦牟尼佛的一些日常生活 那一种奔波尘老的一个前行 跟我们众生都完全是一样 所以从这一分 这个五祖体会到 竟然是教外悲传 就是看了原型动作 真理都在里面 所以我们了解说 金刚金得很好的意思 就是在细分 完全都把整个不生不昧的真心佛心 呈现 呈现在所有众生的眼前 那我们可以看 这个第一分 一千两百五十个人坐着 要听释迦牟尼佛讲金说话 那释迦牟尼佛一句话也没有说 就走一磁波 日社会大乘起始 那么以其成终 次第七年 环至本处 范食器 收一波 是足以呼咒而作 完全都是细修 那个行为构成 那我们从这一些行为构成 可以来探讨 它最上升的佛理 就是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 那我们假如说有研究 庙法年华金 释迦牟尼佛本身也讲 说他成佛已经很久了 不是之一 这个漏在内 这个凡尘这个现象之一的时候 才成佛的 是早已经成佛了 那这个时候是释迦 要来带领众生 我们说佛世界的众生 都能够修正成佛 所以从这个开始的时候 就到吃饭 食食吃饭的时候 那么吃饭的时候 佛没有要求弟子 初七年这个起食 回来给四日去 没有 他自己本身 走一磁波 然后入社会大乘起食 这个就是已经 在日常生活之中 视线平等 众生跟佛都是平等的 没有那个昏白心 所以佛已经不住佛像 佛已经没有我像 假如说他 是葬事他已经是成佛了 他就不用自己 走一磁波 入社会大乘去起食 所以我们了解 那个是视线 跟我们众生一样的 身份地位 都是奔走成老 在凡尘老老碌碌碌 那我们就是要回光返照 我们在生活之中 就有跟佛一样的那一种身材 没有我像 佛已经视线了 无我 没有我像 这个就是我们要修到一个最根本 我们有我像就修不成道 所以要把那个我像 没有我像 然后全部金刚金都是在破 破这个形象 就是把我破除掉 可是不说一个字 没有讲一个字 所以没有法像 已经前面 已经没有我像 那这边他不讲一个字 已经视线了 就是没有华 那既然都没有华 也就不用华词 那么没有华词 那个华像也没有 所以佛已经视线了 没有华像 那虽然没有华像 不讲一句话 可是很努力的 他从实际的行为之中 要众生脱离苦海 所以那个离开 灰华像 灰华就是没有华 没有华叫灰华 他已经离开灰华了 就是努力在修 努力在修 又把形象抛掉 这样就复合真理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也要学 学释迦牟尼佛 没有我像 然后没有华像 没有灰华像 我空了 华空了 灰华空了 这样这个三空 整个都呈现 我们不生不昧的 真心佛性 所以在第一分的细分 就这么的亲切 佛事件成老 奔波劳碌 就是告诉我们 众生要修道 就在日常生活之中 修道没有离开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就是在修道 所以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不要执着一个身体的我 然后也不要执着有法 然后也离开那个消极的灰法 这样一空到底了 我们所呈现跟佛一样 不生不昧的真情佛性 这样听得懂吧 所以是很简单的 在平常生活之中就可以做到 然后这个以其成终 次第其以 就是因为 西普提是舍贫起负 他的意思说 负有的人家 福分已经要用完了 所以要把它接续 让他的福可以继续享受 然后那个大家设 他相反 他舍负起贫 就是负有的人家 他已经福抱有了 不用再去给他种福 贫穷的人很可怜 要种贫穷人的那个福抱 那佛曾经这个骂他们说 虽然你们的义很善 义喊善良 可是做法会惹起人家争议 一直这个起富舍贫的话 说你谈那个口腹之欲 要好吃 富有的人东西比较多 比较好吃 那相反 这个舍贫起贫 人家说你的行为怪异 一定有目的 都会惹起人家怀疑的心 所以我们修道人 不能让人起怀疑的心 起怀疑 因为怀疑就会颠倒 想法都颠倒了 那我们颠倒以后 想法颠倒就会放异 放异了以后 就会无名 无名以后 就会贪成嫉妒 会潜贪嫉妒 就是那个贪的心很坚强 然后又嫉妒别人的成就 都是从华语来 所以我们第一个修道 就是要把华语气掉 所以货嫉妒才说 留半个小时给各位发问 就是要解词那个华语 因为各位都不踊跃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只有留下十分钟 再不问的话 我们全部都讲课 不再留时间给各位问 吃地其意 就是一家挨着一家 不管是遇到贫穷 或是遇到富有 全部都要去起食 起食不超过七家 起食的时候不超过七家 知道这个意思吗 为什么不超过七家 因为我们眼睛是不是两个 鼻子两孔 耳朵两个 嘴巴只有一个 是不是七个 起就是求 求我们的起孔回来 所以那个起食的意思 就是求我们 这个向外放的 这个七孔 全部都回来 各位先生 不要以为说 这个七孔是我们的 可以用命令的 他不会听话 你命令他回来 他不回来的 要用求的 哀求他 你回来吧 你回来吧 我们七孔才肯回来 那七孔肯回来 我们做回光返照 功夫就很殊胜 精神外放都当众生 我们精神一收回来 就可以呈现做佛 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就是要学着 把精神收回来 所以在起食了以后 就还至本处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每天上班 或是做生意 都是向外去起食 都是守心向上 是不是守心向上 这个守心就是向人家拿钱 守心都向上 所以都是在起食 那我们这个上班下班的 做生意到一段落了 都要还至本去 要回来 回来我们原来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可以说 这个学生意放学了 也不愿意回家 下班了也不愿意回去 做生意一段落 也是很不甘愿回去 所以都没有还至本处 没有 所以我们才流浪 在返程 才留到人回 那假如说我们能够 还至本处 都可以回到根源 往后一口气不来 就可以回离天了 那玩至本次以后 就是养生 换死气 就是要使这个生命 能够延续 所以我们 虽然身体是假的 可是毕竟要借假来修真 我们要修正 让它能够成就 所以身体还是要照顾 要吃饭 要吃饭 所以万属气 气就是已经吃饱了 然后收一步 这个不收就够爱 收一步以后就没有够爱 然后洗足以 这个洗足 就是除尘 把凡尘 乌垢都除掉 我们台湾话 跟我们的收咖 收手 都是千金我们的深夜 然后接着下来 就要忽咒耳咒 那个忽咒耳咒 就是要入定 就是凡尘 不关紧要的事 我们都把它 撇开 不要投入 我们投入 就是要在我们的新鲜方面 所以那个忽咒耳咒 就是要入定 所以五爪才把 那个嫩切金 因为嫩切金 是对菩萨说 很高的法门 这样这个度就不会很宽广 所以改成一金刚经以后 大部分都能够接受 所以就改成了 这个金刚经 可是佛 他没有讲 没有讲说 我是在视线 那个视线 是我们第三者 旁观的人 在讲的 这样懂意思吗 是我们 看出 那个俏妙 才说的 所以第二分 那个西菩提 开口就称到 西游 西游 就是很难意到 西游 所以这个成佛了以后 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 四十九年 讲经修法 四十九年 都这样实现 那么在讲金刚经的时候 已经将近七十岁 都已经 那个三十一岁 正到七十岁 都已经经过二十几年了 那西菩提看了二十几年 他竟然都没有看此巧妙 所以佛要传无上大法 也传不出来 假如说释迦牟尼佛讲话 说弟子们 我教你们修道 你们怎么都不努力修 所以我们从这个讲话里面 就可以了解 我教你们修道 我像已经有了 教你们修道 法像有了 你们都没有努力修 恢法像有了 这样就不知无上这个大法 最上的大法都没有了 是不是不能讲 没有人看出巧妙 他传得出来吗 传不出来 所以他很 也是很郁闷 很屋子都团不出来 所以当西菩提这样 一讲西友如来 善护念之菩萨 善护主之菩萨 然后就问说 善男性里花 发现我们不生不寐的身心 要怎么样使他住下来 这个时候佛就很高兴就称赞 善哉善哉 刚好正要传 传不出去 你只一问就可以传了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那个教会被传 是从金刚经就开始 可是佛在内盘之前 脸化示众 才把那个名称说出来 脸化示众的时候 就是那个大幻天的吧 拿那个花给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就拿来脸花 这样给大家看 人天百万 莫之手臭 不知道 那是在做什么 只有大家设 颇颜微笑 有没有 或许有讲过意思 还记得吗 就是把那一朵花 代表我们完成所有的现象 用那一朵花来表现 然后谁看到现象 是不是我们真心佛性 对不对 我们的真心佛性 看到看到现象 所以那个看到现象 那一个 就是子伦翁 就是我们在凡尘 首要追求的 所以那个大家设 体会出来的 这么奥妙就是这样 那佛一看到 大家设 一破眼微笑 就讲话了 说无有正法远长 内盘妙心 实相无相 微妙法门 不立文字 家外别传 这个时候才把那个 那个教外别传的名称 这个讲出来 这样懂意思吗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正法 而且这个正法 就是远长 就是我们那个贤官 藏在那里 他呢 实以啊 内盘妙心 内盘就是不生不妹 不生不妹的妙心 实相无相 实以实相的 可是他没有形象 实相无相 然后呢 不立文字 没有文字 教外别传 所以在教内 找不到 教内呢 就是呢 我们这个欠人为善而已 所以呢 讲到这个 这个 教啊 这个教内教外 我们也就想到 我们也就想到 达摩祖师的句 各位都会念吗 达摩西来一字舞 前凭心意用功夫 若要指上 若要指上 寻佛法 笔尖沾干 洞田斧 就是将那个洞田斧的 那个斧水 当成墨水 然后我们来写 写这一些佛法 然后呢 我们呢 把手写成的佛法来看 来研究 都找不到 找不到佛法 所以呢 前凭心意用功夫 所以哦 这个达摩祖师到东方来 他就有意思啊 要让我们都是心通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那个说通啊 就是所有的经典 都叫说 说性理心法 然后我们从性理心法通了 到达佛地了 那个就成就了 手通了 那心通呢 就是从心领悟吧 那从心领悟 我们就是要了解 一定要从心言 我们心的本言 做功夫 所以啊 佛学都有讲 说当我们呢 这个万言都放下 淫言不深 那个就是心的本言 这个时候啊 他清清静静 非常的清静 所以我们用那个 不生不昔的心啊 来修不生不昔的道 这样呢 就会成就 就一定会成就 这样聊得意思吗 所以呢 我们哦 这个之前啊 这个有讲那个 自贤禅禅师啊 那个一级忘手吃 有没有 还记得吗 一级忘手吃 更不假羞吃 动容啊 仰古路 不斗呢 小兰鸡 刺刺啊 无中鸡 生涩呢 外威 知方拔道者啊 前沿上上鸡 还记得吗 有印象 对不对 所以哦 那个自贤禅师啊 就是根气很好 他的师父呢 那个灵又和尚 就是要成全他 所以对他讲说 你还没有出胞胎之前啊 你讲一句啦 我要记 记就是要受记啊 要使你能够成就 结果他就讲不出来 把那个所有学过的 全部拿出来应对 灵又和尚都说不是 然后呢 之前禅师就请 师父说 灵又和尚说 我说是我的事啊 不关你的事 是要你自己体会 所以他才 这个行李打包 回去了 他说 这个道这么难修 我不修了 我要回去吃稀饭就好 在呢 一个呢 那个国师的 那一个地方啊 住下来 然后呢 在除那个杂草的时候啊 那个刀啊 镰刀呢 去喷到那个小石头 小石头呢 去打到那个子子 发出一个声音 叮 然后他重置一个声音啊 领悟 说哦 原来啊 我们佛性啊 当下都圆满祭足啊 所以他就一起啊 忘守之 出一个出声音啊 就忘掉能知啊 以忘掉守之 没有能守了 所以就不 更不假修之 不用修了 已经到家了 这样你知道意思吗 那底下讲那个第三句啊 动容养骨路 那个就是在教我们 新的领悟啦 新头 就是呢 我们容貌啊 容貌会有动作的时候啊 是谁在动作 是不是我们真心佛性呢 在 在使他能够呢 这个 而极美弄眼的 那个 那个形象出来 懂意思吗 我们脸部啊 有表情啊 那个有表情呢 就是我们佛性在指挥啦 所以那个动容 就是在教我们啊 新的领悟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呢 能够领悟啊 就可以进入 真理世界 回到 我们呢 不生不昧的那个 真心佛性 所以这边呢 就讲那个 心痛的 那个部分 那我们呢 上次啊 在讲那个 心意识的时候啊 各位的缓面啊 是不是修道入手 有没有印象 各位可能都没有带来 有带来吗 有带来就看啊 没有带来就听 那个呢 释迦摩尼佛跟阿难讲 说阿难 如今啊 意令啊 见吻皆知 眼气啊 如来 常乐我见 应当先者啊 死生根本 一不生命 原瞻性 一样不生命 原瞻性成 以占贤其 虚妄媚身 无缓言觉 得言明觉 无生命性 为因地心 然后啊 沿尘谷地修正 如成走水 自以静气啊 静身不动 沙土啊 自尘 清水现前 名为 吃福 克尘烦恼 气泥沉水 名为永断的 根本无名 明相的精神 一切变现啊 不畏烦恼 结合内派 清净妙得 这个呢 是在嫩言经里面啊 负贤反而摘入出来 所以我们修道入手啊 从这个地方入手 就是呢 跟恩恩讲 说 如今 意令 见吻 结枝 就是我们众生 日常在用的 然后能够 演气 遥远的契合 如来的 常乐我见 常乐我见 是已经 国上士德 佛的国位上面 士德 常乐我见 那么应当先责 应该呢 先要选择 死生根本 就是生死的根本 各位先生 我们生死的根本是什么 就是我们啊 不生不寐的真心佛心 那个根本 我们没有根本 就不会生死了 就是因论 有根本呢 所以我们才会 生生死死 所以要先选择 死生的根本 一 不生寐 要按照不生寐 延占性成 延占性 那个延占性 延满占 我们佛心的原始状态 用延占性成 这个呢 用这个啊 才会成就的哦 然后呢 这个呢 把我们所有的那一些啊 妄想心啊 那些不实在的哦 把它降服 扶取啊 那个呢 我们所有的那个生命 扶取生命 然后呢 能够啊 到达这个不生命 能够呢 这个到达不生命的时候啊 我们就用 这个不生命啊 来修持 就可以啊 这个严惩 谷地修正 然后佛就做比喻啊 说呢 如成走水啊 至以见弃 好像呢 我们呢 尘一杯呢 那一个 走水来 放在了一个器具里面 然后呢 静身不动 这个静身不动啊 就是功夫啊 沙土啊 制成 那个沙土啊 它就会沉淀 清水啊 就会现前 这个名为 吃福 已经降服啊 我们的克尘烦恼 克尘烦恼啊 那个克啊 就是不住 来来去去的克 然后沉呢 就是非沉 乌垢 克尘烦恼 已经呢 出福了 然后我们汽泥 把那个泥巴去掉 存水 都是清水 汽泥存水 名为啊 永断 根本无名 我们可以把根本无名啊 永远断绝掉了 然后明相呢 精尘 一切变现啊 不畏烦恼 结合那盘 清净妙得 这个呢 是我们手上 那一份呢 修道路手 就是要呢 要用我们的延瞻性啊 来降服我们的那个生命性 所以我们了解说呢 启发我们不生不昧的 真心佛心啊 很重要 修道呢 才会成就啦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不要说呢 这个生命心啊 可以修成 生命心啊 修不成的 绝对修不成 一定要用不生不昧的心 那生命心呢 跟不生不昧的心 它是一体 两面 同体啦 可是喔 两面 我们只有认识啊 生命那一面 不生不昧啊 我们不认识 那我们现在呢 修道啊 就是要把 不生不昧那一面啊 彻底的认识 把它启发 启发了以后呢 我们要培养 让它茁壮 长大 这样呢 我们呢 才会真正的 进入啊 修道的轨道 所以佛心呢 一直啊 就鼓励啊 开始修道的时候啊 叫因地心 一定呢 要启发 不生不昧的真心 我们日常用的呢 那个世心啊 是生命的 不要用那个心来修 那个心啊 修不成道 各位这样听懂吗 可能会有怀疑啊 都很少人讲啊 啊敢丢 绝对不错的 因为我们啊 不生不昧的真心佛心啊 就很亲切啊 都跟我们在一起 只是我们不认识它而已 三个礼拜 我们不是有说过吗 如来不以世间共争啊 世间与我争 有没有 还记得意思吗 记不记得 那个如来啊 不是在讲释迦摩尼佛 而是在讲 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佛性 每一个人都有如来 我们的如来啊 修养很好 都不跟我们的感觉器官啊 来争全病 我们的感觉器官啊 眼耳鼻舌生意啊 都会跟我们佛性争 所以佛性啊 大部分都失败了 都真不贏了 他才是一 concerns 肉息先要看 佛性 auch痛 皮肝也要痛 皮肤也要 hinter 皮食也会吃 玩 дом 辛苦 début 意念是 要让我默默 都在自己做主了 具体怎麼有主角 被神nity说 书来在说 他样子 我们本身 不希望再тер 本身在说 说不要看,不要听,不要疲,不要吃,不要摸,不要想 都说他会贏了 所以我们本性就腿位了 他就隐藏起来 然后准备收拾 甘冠所做的药 都要把它收收起来 就要去接收果报 很委屈,很厌恶 什么人造成的 我们自己造成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理 说感官他都不负责任 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他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佛性要出来收拾善后 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 就是要全部都负责任 感官要当家也要负责任 可是他负不起 他这个责任负不起 所以就不要叫他当家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我们讲 那个修道入手 所以各位都还有资料可以看 那可以深入的 接着就讲 我们上个礼拜有说 普苑禅师所讲的剧 他有讲 一个剧叫做 若人见患本来真 是则名为见佛人 言通华华无声媚 无声无媚是佛生 再说一次 若人 假如说我们人 我们人 见患 不真的 那个患 幻想那个患 若人见患 本来真 患本来就是真 事则名为见佛人 他已经见佛了 见到患也就是真 他已经见佛了 言通华华无声媚 凡成所有的万法 都言 都通 不通是我们的 世心不通 进入真理都通 所以无媚无声 是佛生 佛的生 没有生媚 我们每个人 都有佛生 领悟不生伯媚的真心佛性 那个就是佛生 所以都是一理通策的 然后呢 这个 普愿财师呢 又讲 说满眼 本灰色 满耳 本灰生 文书常触目 观音 晒耳根 慧山 言一体 达世 本同真 堂堂 华界性 无佛 亦无人 我们上个礼拜 已经有稍微把这一个句 有讲 可能时间不多 就没有详细 这个价以解说 所以我们满眼 眼睛所看的 本灰色 它不是形象 我们眼睛所看的 是我们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所以满眼 本灰色 然后满耳 本灰生 我们听到 声音的时候 耳朵听到 那也不是声音 是听到我们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所以才讲说 文书 文书智慧第一 常触目 所以我们眼睛所看 时时刻刻 妙观察制都在 满耳 本灰生 我们耳朵所听到的 也不是声音 而是观音 塞耳根 所以我们就能够寻生救苦 全部都是用到 不生不寐的佛性来 那会三言一体 三就是 我们法身 报身跟法身 三个会三 我们领会这三个身 原来就是一体一身的 然后达世 这个世 就是妙观察制 平等性制 成熟做制 跟大言敬制 我们达世 到达这个四个 本童真 全部都是真心佛心 然后堂堂法界性 天堂的那个堂 堂堂的法界性 无佛亦无人 全部都是我们 不生不寐的佛性 本体 所以我们从这个 普宴禅师的这个句 我们把它延伸 到我们在凡尘所看到的 那个三佛一体 三佛一体 我们最时常看到 就是阿弥陀佛 然后上座 就是观世音菩萨 下座就是大师之菩萨 对不对 那个另外三佛一体 中间就是释迦牟尼佛 然后上座就是文师菩萨 下座就是普贤菩萨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三佛一体 是在告诉我们 佛法身都在我们身上 那个佛中间 我们先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个佛就是我们 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那个上座观世音菩萨 就是我们 那个般若妙智慧 也就是使以法 佛法 然后那个生 就是大师之菩萨 是使以生 都在我们身上 佛法身 所以佛就是我们 佛性本体 佛就是我们 菩萨妙智慧 生就是我们的行为 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 就是生 所以那个阿弥陀 阿弥 它翻成中文 叫做本不生 弥就是冲在天地 陀就是鲁鲁不动的鲁 那个意思 也就是我们 佛性本体 我们佛性本体 就是无量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 我们的佛性 是不是无量寿 不生不寐 是不是无量寿 所以那个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本身 那个观世音菩萨 上座观世音菩萨 行生救苦 我们寻着生来救苦 就是华 就是我们要花灰的波罗庙智慧 然后生大势智 大势智菩萨 就是你知道真理的 要用很大的力士 去完成它 大势智 所以那个是我们的行为 另外 那个释迦摩尼佛 释迦就是能忍 忍耻的人 能忍 魔女就是寂寞 急啊 路路不动 末就是没有声音 能忍寂寞 就是我们的法身 我们不生不寐的真心佛心 那文师 就是法 就是我们的波罗庙智慧 所谓文师 智慧最高 我们祭备 我们祭备有文师的智慧 然后普弦 我们知道就是要 知道要实践 就是普弦 普弦菩萨 所以三佛也是一体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外面的三佛 为什么它三佛并列 就是告诉我们 佛法身 然后就在我们身上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含义 这个是要我们 那个心通 心通 就是要了解说 全部那个形象 借相来明理 借着形象了解真理 我们平常 可能也都有 耳闻 说这个一指禅 有没有 那个一指禅 就是 还所有的人来问道 他说 这个是一指 这个就是道 什么是道 他就是一指 每一个问道 他都这样回答 知道意思吗 跟那个脸花示众 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动 对不对 代表还成 所有一些像 谁看到 就是我们佛性看到 所以这个一指禅 那个看到的 就是不生不妹的佛性 所以能够了解到 不生不妹的佛性 叫做心通 以及心领悟 所以这个禅宗的传法 就是要心领悟 然后有一个和尚 他很努力在追求这个道 所以到各地方去晃道 去追求道 然后有一天 他到一个寺庙 找那个主持人 然后问他什么是道 那个智慈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他 结果这一位和尚 站了一会儿以后 他想说 可能这一个智慈 不会到 所以他就想转身离开 当他这个转身离开的时候 这一个智慈就叫 说奢离 奢离就是修道人 那个奢离的修道人 然后这一个和尚就回头 当他回头的时候 那个主持就问 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你回头 这个就是要他领悟 当你回应的时候 那个就是道 这样懂意思吗 懂不懂意思 所以这个禅宗的交化 它是有一点 就是不在文字 语言 全部都是在心的领悟 所以那个心通 就是比较困难一点 可是只要我们有心 都通 各位通了没有 因为佛学在讲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说 自己讲的那一种 这个清醒 没有看到形象 那佛学在礼拜一的时候 就看佛学自己讲的 那个DVD 然后就看到 这个后来 不是佛学那个嘴角都起泡泡吗 有没有 而且是蛮多的 所以佛学看了 很伤心 因为以我们台湾话来讲 这一种形象的呈现 就是讲的内容 不实在 我们台湾话都讲 讲到嘴角转破了了 有没有 有 就是这个意思 那佛学讲这个心理心法 已经二十几年 从来都没有这个现象 所以当佛学看到这个现象 真的很想哭 为什么 因为佛学是掏心 掏肝的 全部都是真诚的 希望各位都能够修正成佛 没有说讲不实在的话 可是既然 会有这种现呈现 他表示上天在检告佛学 说你不要讲不实 你讲的话不实在 所以嘴角才会冒泡 所以佛学一直在反省 说 有没有不符合 这个真理 跟真理 不相弃 是不是有这种现象 可是一直检视 手说的完全都是 从经典 从真理出来 没有说自己 去 妄想了以后 就把它讲 从来没有这个样子 所以佛学很警惕 因为所有的这一些 注解经典的这一些圣贤们 他们都讲 不能用生命心来说实相法 不能用生命心来说实相法 那佛学很怕 佛学很怕 露露 用生命心来说实相法 所以我们就是要互相勉励 或者既然有这个像呈现 自己也会减僻 所以在这个讲的过程 就是尽量避免 露露 那个圣妹 都讲的都是实相 那么我们确实从心底 会产生 对自己有信心可以称佛 这个收通及心通 如露处西空 好像这个太阳处在西空 所以我们收通心通了以后 可以说已经全部都了解真 心都没有黑暗 好像太阳那么光明 然后就在西空之间 没有住 太阳在西空之间 没有住相 可以给你们太阳有住相吗 没有 那我们就是要像太阳一样 处在西空不住相 确实存在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不要有黑暗面 都是光明 因为太阳 表示我们波罗庙智慧 发挥到灵力尽致 所以我们好像太阳一样 处在西空 很理想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真理了以后 我们要告诉人家的 要度人求道的 都要传这个见现法 能够见到我们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不要说把他带来求道 就不管他了 他要怎么走 自己去听 我们以往不是这样吗 有没有引导说 你爱怎么做才可以成佛 有没有啊 有没有那样做啊 算度人吗 算不算 这个送佛不是要送到西天吗 我们都不把人送到西天 我们自己都不会走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不是不度人 而是用究竟的 度他就是要他成佛 那我们自己本身啊 一定要知道怎么成佛 才可以啊 度人 才可以啊 使别人也成佛 所以我们呢 这个要了解说 伟传啊 这个 见信法 然后呢 这个初识啊 破邪忠 这个初识破邪忠 这个分成两个角度来说 一个呢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啊 要出事 就是要离开苦海 那要离开苦海啊 我们一定要破除啊 邪忠 就是呢 不正 那个邪就是不正 歪了 邪了 不正了 忠呢 就是我们追求目标 那个忠子 要破止啊 我们心里面 那一个不正确的念头 我们所有的见解啊 不正确啊 那个我见啊 要把它破除掉 我们破除了我见啊 才可以啊 离开苦海 才可以出事 怎样得到意思吗 所以我们呢 要离开苦海 出事 世间啊 就是凡尘 出事啊 就是已经离开 这个凡尘了 所以我们要离开苦海啊 就是出事 那怎么样能够出事呢 就是要破邪忠 把我们那个不正确的 那个见解啊 都去掉 那什么样的见解 算不正确呢 就是我们六根 对六成产生六失 那个见解啊 不正确 那个是因缘忌讳 才有的东西 都会随着外面的景象啊 改变 所以那个不是我们 那个呢 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那我们把它认为啊 是 这样就叫邪忠 我们要破除它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哦 这个不是说出事破邪忠 都要跟人生怕 别人都不对 要跟他 进去变过来 不是那个样子的 那一方面呢 我们已经呢 到达佛地了 已经呢 可以成就了 然后我们要度化众生 也使他成佛 所以呢 视线在凡尘 这个时候啊 出事又是另外一个角度 就已经视线在凡尘 我们呢 都是啊 佛菩萨来视线 我们本身呢 都是佛菩萨 所以呢 我们啊 要带领 所有众生都成佛 那众生呢 观念不正确 不会成 所以要把这些呢 不正确的观念 告诉他们 什么样的观念 才正确 各位前学 什么样的观念 才正确 没有一个知道啊 什么样的观念 才正确 不是有讲过吗 执心 执心啊 就是道场 就是从我们那个 不生不昧的佛性 本体生化的 那个执心啊 那个就是 我们要用那个 是正见 正切的知见 也就是佛知佛见 我们用这个佛知佛见 就可以脱离苦海 这样会的吗 所以我们呢 就是要努力 来学习 这个真理世界 它不会变的 万年前万年后 都一样 不会变的 经得起考验 经不起考验的 变来变去 那个是世心 是生命的 我们不追求 我们追求的是 不生不美 常驻的 是如如不动的 是佛如来 一定要有高超 超脱苦海的心识 我们要坚定自己的意念 来完成 华即 无顿见 迷雾有此即 这个佛法 没有那个顿见 顿就是 从环夫地 一下子到佛地 那个叫顿 很快 见就是见修 渐渐的修 慢慢来 渐渐的修 华没有顿见 可是呢 我们凡人 我们众生 这个米跟物 就有差别 我们众生一米了 千三万里隔 跟真理 隔了千三万里 我们一领悟了 就到佛地了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领悟跟迷妹 差别很大 只要我们起心动念 就叫迷 因为已经无名了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时时刻刻都在起心动念 所以时时刻刻 我们都没有用 我们不生不寐的真心佛心 假如说我们用 不生不寐的真心佛心 时时刻刻都在绝 保持那个绝 有绝的时候 不会起心动念 不会起心动念 我们就没有 偏离真理的行为 所有的行为 都跟真理相复合 不造业 不造业也就不受苦 没有那个苦果 没有果报 让我们去接受 所以解脱 一定要自己努力 自己了解真理 自己时时刻刻 回港返照 使自己的心眼 清清静静 这样的话 就跟佛都一样 心佛众生 三五差别 没有差别 我们这所有差别 就是我们迷昧了 所以才起昏悲心 昏悲心一有了 我们自然落入 六道人回 我们把昏悲心 弃掉 凡成所有一切 都是我们真心佛心 不用昏悲 这样就回到 独鲁不动的 真如本体回来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 说这个迷雾 就有磁机 那个词就是很慢 你要领悟真理很慢 那个急就是很快 领悟真理很快 所以各位前选 假如说我们自己 对真理一点认识也没有 而且一点概念也没有 那表示我们障碍多 那为什么障碍多 就是没有行善事 好事都不做 没有累积 那个善的因缘 所以我们的智慧不开 那我们也要累积 就是行善 帮助众生 努力的去做 然后又不记在脑海 这样的话 我们 那个智慧会开 然后对真理的 那个领悟 也就会比较快 一领悟真理以后 进入真理世界 跟火就没有两样了 所以一定按照 这个方向来追求 住相 相都是无常变化 很快它就变化了 相都已经变了 我们还住在 旧的形象上面 所以我们就是 很疑慈 就是不聪明 没有发挥 我们佛性所具备的 那个妙智慧 所以我们在 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就是要用 最好就像 那个释迦摩尼佛 在金刚经的第一分 显现的那个样子 完全都没有一个我像 我的什么身份地位 都可以放下 那个都是假的 不真 所以我们放下身段 就可以进入真理世界 放不下身段 苦了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受苦 可以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我们自己有 那个我像在的话 都很骄傲 免不了的骄傲 所以我们不要培养 不要培养骄傲 不要培养嫉妒 那个都害我们的 都不要有 我们马上 知觉马上去掉 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都可以做 只要都没有我像了 然后这个修法 我们就修最上圣的佛法 就是万年放下 一面都不生 呈现的都是真心佛性 那个法职也没有了 然后努力再修 非法也没有了 这样整天都很理想 只要你肯 一段时间这样行持 波仁庙智慧一定产生 那有波仁庙智慧 我们就可以处理 这个事情很圆满 轻重反击 都分辨得很清楚 直辞贱 就只有这个贱信的法门 这个疑妹疑痴的人 他没有办法 那个吸 就是熟悉知道 就是不会知道 与人也不会知道 那为什么会变成云呢 就是迷 迷了很久 都不知道 这个布施 帮助众生 都不知道 自己能够努力 这个行持 自己努力 积善 我们这个生殖得本 这个本钱 那个本得本 得的本钱很够 我们那个工作上 才做得上去 不够本钱 做不上去的 收集 虽万般 合理还归一 我们在收的时候 虽然 有万相 有万事 非常多 收的时候 有万般 可是 回到真理的时候 合真理的时候 还归一 归到一 归到不生不寐的 佛现本体 归到一 一就是道 所以 知得一 万事必 万事 这个万劣都毕业了 怀恼暗宰中 常夕 生会日 这个环瑙暗宰 就是说我们身体 我们的身体 就是环瑙的暗宰 很黑暗的房子 这个环瑙的暗宰 常常需要 生吃 那个智慧的太阳 所以我们要了解 那个智慧 就好像太阳一样 可以照破黑暗 所以 佛曾经跟社利佛讲 说有千年的暗室 一千年 那个很黑暗的房间 他说我在这边 已经居住 有千年了 所以我不愿意离开 问社利佛 可不可以啊 不离开 可不可以 只要你点灯 他就离开了 对不对 所以只要我们 启发波罗庙智慧 那个环瑙暗宰 全部都不见了 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 他不管在 怎么久的遗迟 那个迷媚都没关系 只要你一点灯了 波罗庙智慧一出来了 那个黑暗都消失了 他不要离开 也要离开了 你火点下去 黑暗就都照去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 要把新灯都点燃 照亮所有黑暗 让所有黑暗都变成光明 都已经全光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这个烦恼暗宰 就在身体里面 时时刻刻都要有 波罗庙智慧 要产生我们的 那个波罗庙智慧 把那个新灯点亮 各位会不会点啊 会不会啊 对 会了就好 这个就是转念 只要我们一转念 转到正面的 善的 这个就叫点新灯 新的灯已经点亮了 黑暗都不见了 自己光明 别人也光明 那个很理想 转来环脑智 正来环脑痴 六祖就讲 说我们那个 不正的那个心念 来的时候 环脑就跟着来 不正的心念 来的时候 环脑就跟着来 然后呢 我们正切的念头 就是正见 正知正见 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啊 出来的那个 正知正见 正来 烦恼就除掉了 没有烦恼 所以很理想 我们自己本身努力 那么邪正既不用 清静自无语 这个两边 邪正的 我们全部都不用 把它这个抛开 邪也消失了 正也消失了 全部都不用 就回到 不生伯昧 那个佛性本体 所以能够清静 我们先从 那个心念清静开始 一清静了以后 到无语那盘 没有剩余 全部都修光光了 所有烦恼 置业 不见了 已经进入 无语那盘 菩提 本自性 起心 即是旺 我们菩提 本来就是自性 菩提 就是觉 我们自性 时时刻刻 都能够觉 菩提 本自性 起心 我们起心动念 即是旺 那可见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时时刻刻 都在起心动念 我们都不知道 他是旺 都以为 是正确的 所以才会让他 毫无忌惮的 起心动念 那现在知道 起心 即是旺 就不要 不要让他起心动念 要起心动念 马上觉 这样我们那个觉 时时刻刻 都在 所以 原造 清静 觉相 这样就可以 永断 无眠 防尘佛道 静心 在望中 但正 无三丈 所以我们 清静的 那个心 在望之中 所以各位前选 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起心动念 那个念头 是佛性的功能 作用 他不是敌人 他是佛性的功能 作用 差别在 我们把功能 作用当成本体 插在这里 那我们只要知道 他是功能作用 就好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个 静心在望中 我们清静的 那个真心 就在虚幻不死的 这些望的现象之中 所以才有那个 普厌禅师 漏人见望 本来真 知道这个意思吗 不知道 或者在觉受 因为我们修持 就是了解到 有不生不寐的 真心佛性 就是因为有佛性 佛性 他虚空无相 不拒绝 知相发挥 他没有形象 可是所有的相 要发挥出来 他都不会支持 不会阻挡 所以我们了解 所有虚幻 这些相 是不是从佛性生发 对不对 从佛性生发 这些相 甚至连三合大地 也是我们佛性生发 那这些相 都是从佛性生发 那我们就是把它认识到 它是佛性生发的 不是外物 是我们的真心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已经认识了 漏人见幻 本来真 本来就是真心佛性 事则名为见佛人 你已经见到佛了 这样懂意思了吗 有没有一点懂了 一点点就好了 不苛求 一点点就好 所以我们 只要认识真理 知道真理的世界这么宽广 它西空没有形象 可是不拒绝 所有的形象发挥 所有形象都是因缘忌讳 缘忌则生 缘善就美 所以万象是从无而来 从无生有 从有又归于无 对不对 都是这样自然的构成 他佛性不会拒绝 你要呈现现象的时候 佛性不会拒绝 就让你呈现 你呈现 这个不会长久 只要落入形象 他实以本身 就实以生住意美 一定生美 所以有像 有生一定有美 所以归到后来 又归入 佛性本体回来 从佛性本体生化 又归到佛性本体回来 叫做色用归体 收色 所有功能作用 又回到本体 这样听有没有 一点点 现在要求一点点就好 等到一点点懂了 他就会慢慢扩充 慢慢了解就会很多很大 这个不容易 真理很深深的 我们要接近他 要有一点恒心意义 但正无三章 我们只要包守正 政治正切 正确的 真理的 但正就没有三章 所以这个三章 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它是实以 烦恼 然后业 报 烦恼障 然后业障 报障 我们只要 心正了以后 就没有了 没有烦恼 也没有业 也没有国报 所以只要 我们是从佛性本体 生化的 那个都实以正 正了以后 没有烦恼 然后也没有业障 也没有报障 果报都没有 这样了解吗 世人若修道 一切尽不防 我们凡人要修道 世人要修道 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业 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 也叫一切尽不防 在家也可以 出家也可以 做什么行业 也都可以 可是我们要了解到 有一些行业 会增加我们的业障 那一些行业 就不要去做 赚了一百块 要还一千块的 那滑得来吗 一定滑不来 对不对 所以还人很多 在做这一种事业 他赚一百块 要还一千块 甚至更多 好像银行的付息一样 付利 那个利息 借了四十万 还八十万 竟然还没还清 很吓人的 后来整间家都去过去 那又发布了 所以我们了解说 在凡尘 一切都可以修道 就是不要 极限在一个形象 我们有时候修道 都会极限在一个形象 比如说 这个以往 我们说 这个修道就是要出家 出家才是修道 在家就不算了 那现在呢 这个一切进不防 不是现在 是在六祖那个时代 就一样了 常自见即够 以道即相当 所以这个 常自己 见自己的够臭 那假如说 能够常自己 见到自己的够臭 就跟道 已经相复合了 那个相当 就是相复合的意思 我们常自见即够 各位有常自见即够吗 我们自己都没有看到 自己够臭 别人的够臭 倒是看得很明显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会检讨别人 不会检讨自己 所以这个六祖 是最摇头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那我们假如说 回过头来 常自见即够 不检讨别人 因为别人有功德 不会分给我们 别人有够臭 我们也不用去承担 所以别人对与不对 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不要去检讨别人 这样了解吗 多多少少做一点 色类自有道 各部相谎闹 就是色类 有形有相的 这个就讲到 连畜生道也在里面了 畜生道也是有道 猫狗也是有道 这些都有道 不要相谎 妄爱 懊恼 我们把他杀了 怎么样 这个弱弱强死 他畜生不怠我们人 我们人会怠畜生 对吧 我们比较狡 他就倒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 吃一命要反一命 给他吃一命 要害一命 所以才有那个 有德朝我生 无德 要反我命 有没有人说 我给你杀 我给你吃 有没有 没有的啦 一定我们都 很爱惜生命的 所以都 要伤害生命的 气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 去杀身 所以佛 在那个大圣金刚经论 讲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 一失人生 万劫难复 失掉人的身体 万劫 活不回 要恢复人的身体 恢复不回来 各位先生 我们如果吃一半 那个无拉肥 那里面多少生命 要反多久 一命反一命 要反多久 很久 那么小小的 千千万万 离道 别密道 终生也不见到 这个离道 别密道 就是我们离开自己 本身 已经离开道了 要到外面去找道 那终生也都不会见到道 所以佛 就在我们自身 自己本身也就是佛 要向外面求佛 求不到 所以我们都到外面去拜佛 所以以后就要拜自信佛 所以要求自己 自己本身就已经死了 所以不要离道 别密道 不要离开道 再找道 这样终生也都不会见到的 泼泼度一身 这个泼泼 就是浪费光阴 就是 这个手做的事 都无所谓的事 那不应用 做一大堆 我们在凡尘 很多那个事 都是不需要去做的 很多也不要应对的 可是我们也都投入 心神去应对 那个都叫婆婆度一身 一身很快就过去了 结果都浪费 光阴生命都浪费掉了 到头还自傲 到头来 自己也很懊悔 没有把不生不昧的佛性 修正出来 欲得见真道 行正即是道 我们也要见真道 行正的 我们的行持行为 是实以正确的 那这样就已经死了 就已经在道之中 自若无道心 这个暗行不见道 假如说自己也没有道心 这个最重要 就是自己要有道心 要见道心 就是人心要死掉 人心不死 道心就不生 所以我们要先 让人心死掉了 道心就生了 那么人心就是生命 道心就不生不美 自己没有道心的话 暗行 已经是在暗中 在行走 不见道 没看到了 若真的修道了 不见 世间过 我们假如说真的在修道的话 不看见 世间的够臭 这个很重要 我们都没有真正在修道 所以看到世间 很多够臭 若见他人灰 智灰 却是走 假如说我们看到他人不对 那自己的不对 就是已经走到旁门了 所以我们不要看到 别人不对 要时时刻刻 反省自己 他灰 我不灰 看到他不对 我们当一个借鉴 就是不要换 跟他同样的事 这样我们就会有进步 我灰 自有过 我不对 自己有过 过错 罪业要自己承担 但自却 灰心 自己把自己 那个不对的心 不正的心 把它去掉 自却 就是自己去掉 那个灰心 全部去掉 打持 环绕破 把那个环绕 都可以打掉了 破除了 深爱 不关心 长生 两脚握 就是喜欢讨厌 都不落入我们心看 只要我们 不喜欢讨厌 就没有 取舍 不取舍 就不造业 所以我们 最重要 就把这两个 真爱 不要讨厌 不要喜欢 没有喜欢 讨厌 就是平常心 平常心 就是倒 我们用正确的 那个态度 来应对 凡尘的万事万物 这样不造业 不受苦 解脱了 所以我们就 勉励自己 那个真爱不关心 不落入 喜欢讨厌 我们假如说 在这个 喜欢讨厌的 圈子里面 很浓厚 我们老得很快 经过没多久 你会 假如听到 亲朋好友 跟你讲 哎呦 你怎么老这么多 那表示 你这一段期间 那个得失的心 真爱的心 很浓厚 就会老得很快 那假如说 啊 我都过来十年 没看到你 怎么都没变 表示他 这个 真的可以 偷离 那个真爱 没有喜欢 讨厌 那个很理想 所以那个修 就自己内心知道 那么常心 两脚 就是 晚上睡觉的时候 很安然 很舒服 就是 这个 平生 不做亏心事 夜半 不怕鬼敲门 那个就 长生 两脚 一泥化他人 自虚有方便 就是 我们要 度化他人 要 救度他人 自己 一定要有 方便法门 就是 要认识 他的根器 要知道 他需要 用什么法来修 所以 那个 就是要有 波罗庙智慧 有波罗庙智慧的 才能够 有方便的法门 可以 度化 众生 使用 所以我们 在日常生活之中 就是要培养 培养我们 那个 波罗庙智慧 能够呈现 物令 彼有 即是 自性 限 假如说 你在 收通 及 心通 部分 一直 讲 能够 收通 让他 了解 真理 没有 起 怀疑 就已经 自性 显现 不管是 说的人 不管是 听的人 自性 都显现 那假如说 收不通 就要再努力 努力收 可以前前去 度人 要不要收 用手逼逼的 到我来 那个要心通 心通 要有根基 有根基 他才能够心通 所以我们了解 让对方 没有怀疑 没有怀疑 已经自性 显现 说的人 听的人 自性 都显现 佛法 在世间 不离 世间 觉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佛法 就是在我们 凡尘 不离开 这个凡尘 要了解说 度化众生 就是需要 这个佛法 佛法 就在凡尘 不能自己 躲入深山 去修 那个修不成道德 不能成佛菩萨 可以成欧罗汉 可是那个独了汉 佛会骂 然后交涯败走 只有自己好就好 不照顾到别人 所以我们了解说 这个佛法 都是在世间 不离开 这个世间觉 所以我们求 这个正法 一定在凡尘 就在我们 烦恼的身体里面 有正确的佛法 就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可以把它 表现出来 只要在生活之中 我们不自我相 不自法相 不自非法相 这样呈现 都是不生博妹的 真心佛性 只要我们没有 过际心 没有未来心 没有现在心 没有三心 就没有四相 没有三心四相 又是真心佛性成仙 所以时时刻刻 都可以 让我们的不生博妹 真心佛性成仙 不会很困难 只怕我们没有心去做 最困难就是在这里 没有心去做 就没办法了 离世的密菩提 恰如求吐角 我们离开凡尘 要来找这个菩提的话 就好像 那个求吐角 这个小白兔 它没有角 土阿有角 没有角 没有角 所以求无的 这个吐角没有 再怎么找也找不到 正见明出世 正确的见觉 就是从佛性出来 那个正确的见觉 就已经离开苦海了 所以叫明出世 离开苦海的 邪见明世间 那假如说我们的见觉不正确 就会在凡尘 六道人回 所以邪见 明世间 我们就是要 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 那个执心 执心就是正见 正确的执见 就是佛执佛见 那么学正俊打雀 菩提性婉然 我们学正两边 都全部把它去掉 没有学也没有正 恢复到一体 全部整体 整体圆满湛蓝的佛性 都呈现 那个叫做婉然 菩提性婉然 整个原始状态 都呈现出来 那么此宋是顿教 这个无相宋 这个是顿教 马上由凡夫地 直达如来地 很快的 就直达如来 一名大法船 乘着这个大法 这个船 可以到达清静的彼岸 可以脱离苦海 迷雲经累绝 假如说我们迷雾了 没有了解到 我们不生博昧的真心佛性 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的吻性 就是冲晒整个宇宙行空 我们迷雾了这个吻性 要经过累绝 就是非常久的时间 千生万世 非常久 要经过这么久 还没有办法成佛 悟者 刹那之间 一领悟了 刹那 就从凡夫到佛地了 很快 所以我们就是要追求 自己要有心追求 假如说这个经典拿来的时候一看 眼睛就很酸涩 马上都想睡觉 表示说我们业障 很重 那要怎么样来处理 赶快了障 关起心 干念兽 不管什么样的景象呈现 都关起心 干念兽 去处理 处理以后 抛开 这样很快 那个障 就了却了 一了却以后 你再来看经典 精神很饱满 各位会不会 会不会经典拿来看 就想睡觉 都还会 那还真的是蛮多的障 不许现在时常坐车 看到有一些人都很努力 那个坐在车上 那个车在摇晃 他也一直在看 看什么 看什么 看小说 小说比较迷人 要看经典 那个是 没有人那么努力 在车上看经典 看小说有 不管是捷运 公车 高铁 台铁 很多人都很努力 在看 学生也一样 很努力在看 那或学一看 他的那个诗面 那个后面 就是小说 那么吸引人 经典小说 这么吸引人就好了 我们大部分 都是对经典 一看就不懂 不懂我就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 就把它和上 所以我们自己努力 悟的刹那之间 这个要了解 要领悟刹那之间 那个之前的功夫 要做够 之前已经有行持 非常多的善 让这个善能够生根 善根又成熟 这样子才能够领悟 刹那之间 就到佛地了 之前假如说 都没有累积 没有行善 善也没有生根 善根也没有成熟 你说要悟 那真的是很难 很困难 不能够领悟 所以那个领悟 都是有时候 都是要有契机 那个契机 就在我们累积善的 那个里面 累积善的时候 契机就培养成功了 有契机 一有因缘 上天会告诉我们答案 那个答案来的时候 有时候是陌生人的 一个动作 有时候是陌生人的 一句话 就让我们领悟了 那个高兴 不得了 那只要说我们都没有培养 不可能 上天要怎么跟你讲 摆在头上给你看 你也看不下 还看不懂 所以要自己培养 培养那个契机 那么师父约 六子又讲 说今以大奔事 收此顿教 普愿法界的众生 言下 见性成佛 所以这个六子的 那个愿望 他的愿力 就是土愿 法界 我们都是法界 这个法里面 法界的众生 我们全部都是法界的众生 言下 在言语的底下 马上就见性成佛 都可以见性成佛 所以这个三教圣人 都是从心性修成 见性才能够成 没有从事 从相 事情跟形象 不会成 这样了解吗 事情跟形象 都是帮助我们 了业 跟众生结缘 结善缘 一个是了业 一个是结善缘 这样我们努力去做 也不是说全部不做 做 我们要了解 我们众生在凡尘 做才是幸福 假如说整天都无所事事 那个才真的是苦恼 无愧愧者 最高兴了 没有工作做 最烦恼 假如说 没有工作做 各位天生 不要多久的时间 那个忧郁症 就会上升 所以要找事做 这个无事要找事 做一工 这个没有收起 那个金钱的 免费承受 自己高兴 别人也高兴 这样生活就不一样 不会有忧郁症 忧郁症的话很麻烦 这个周遭的亲朋好友 也会连累 在北部 市场会听到 人家在讲手机的时候 还讲得很大声 怕旁边的人听不到 我得了忧郁症 拜托你 拜托你来帮帮我 自己关在那个牢笼里面 都不厌力辞来 还拉了一大堆人 要把他塞进去 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 能够了解 自己解开自己的问题 不但自己解开自己的问题 还要帮助别人 解开他的问题 这样才是 我们在凡尘的价值守战 不然我们要做什么 来凡尘要做什么 老前师常讲 说你到凡尘来 生了两个孩子就走了 你只有来凡尘做这个事 到凡尘来 结婚生日子 生日子 把祈祖堂上就回去了 这个时为始今 以官僚 报数 吻尸首收 无不醒悟 大家都能够还行领悟 一时 咒里 接探 善哉 何其 灵难 有佛出师 这边的何其 跟前面 吴祖团传道给六子的何其 六子讲的何其自信 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六子讲何其自信 本是清静 那个是说我们众生 为什么向外去求佛 本来就记住 那么这边的何其 他就讲说想不到 想不到 那个宁难 有佛出师 所以 你看文字是一样 意思 竟然不同 有很大的差别 那我们这个 波罗品 第二品 就已经 这个讲完了 还讲蛮久的 对不对 听得详细不详细 这个有机缘的话 还要反复的听 佛学问北部的前线 他说 大概要反复听个 一年 有没有耐心 有 好 那一年 不过后学导师 因为 这个心 沉沉 浸在那里面 二三十里 现在在看这些 都白发 所以各位都不懂 我说 这家倩哪也不懂 这个就是认识的差异 只要假如说 会得再想 各位假如说 像后学一样 有那么久的时间 三十年的领悟 二十年的讲解 这样多久了 五十年 各位假如说 投入五十年的时间 那不只有 或许现在这样的成就 现在也没成就 凡人一个 所以只要投入五十年 绝对 绝对让你透彻 知道 佛性不生不寐 就是这样 要这样修才会成 不是不渡人的 而是要使他成佛 究竟 渡人 渡到究竟 这样才算 是很负责任的 渡人很负责任的 各位负不负责任 没有人敢回答 不能说 现在说下去 我现在这样 一旬一旬 就都投 就有那些人了 好 我一个个一个 要让你成分 不知道要多久 还没有做 这个力就不足 所以我们要有 那个冲天之智 在凡尘 一切都是假 就只有 不生不寐的真心 佛性是真 那我们就求真 跟六指一样 唯求咒佛 不求余物 因为我们求余物 别的东西 我们追求别的东西 有名 有利 有财产 一口气不来 全部都不是我的 没有一样东西 带得走 那个时候一定后悔 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要知道 我也不要这样 要知道就太慢了 就很容易了 我们接着讲 还有十分钟了 还要再讲十分钟 才剩下十分钟 我们讲疑问品 第三 有一天 这个尾赤石 为师大会哉 就是尾赤石 那个省长 为六指 大会哉 再气 赤石 请师 生坐 那么同官僚 世事 消融在拜 同志一些 要听讲的人 一起 这个拜六指 那么问曰 地址吻和尚 说法 十不可思议 这个都称为 这个地址 所以修道人 不怕没有后代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三珠香 一拿起来 就会讲地址某某某 对不对 你坐在上面 下面就是你的地 就是你的职 所以不要怕没有后代 后代很多 只要你坐在工作上 后代很多 地址某某某 然后吻和尚 说法 实在不可思议 就是 不能用我们的头脑来施 不能用嘴巴来论译 那么经有少语 厌大慈悲 特为解收 那么现在 有一点点 那个不了解 怀疑的地方 那么希望六指 能够大慈悲 特为解收 解收这个怀疑 六指就回答 说有语即问 所以我们有语就要问 有当为收 那个六指就 讲说为你讲 那么伟公曰 和尚所说 可不是达摩大师的宗旨夫 就是六指 所讲的 就是达摩祖师的宗旨 他的 那个去向 要往哪个方向目标 那个宗旨 六指就回答说 就是主师的传承 历代主师传承 那么伟公又问 说地址文达摩 迟法的梁武帝 梁武帝问说 正一生 造势度身 布施设斋 有何功的 所以 这个梁武帝 他以为他在有形有相的 那个 现象界之中 都鼓励人家出家 度身 就是鼓励人家出家 当生人 然后又当皇帝 有钱 造了很多寺庙 然后又 布施设斋 供养之一切修道人 那有何功德 他以为他功德很大 那么达摩祖师就讲 收十五功德 给他破灵水 说实在都没功德 然后呢 这个 为赐使 为功就讲 弟子为达此理 厌的和尚为首 就是呢 弟子不知道 这个里面的 那个真理所在 所以希望 那个六主能够讲 所以我们 从这一个现象界 来了解 他呢 那个 这个赵氏度身 布施 那个 那个 慧哉 那个都是 有形有相 那个叫 人天的小果 就是 天道跟人道的 那个福报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呢 不能称为功德 是福报 是做了以后 有福报 所以只要是 在形象 用心 那个都是福报 那我们呢 假如说要修持 在形象也帮助终生 那我们做了以后 把它抛开 不要记在脑海 那个就 进入性分 就不是享受福报 就已经 是生殖得本 在种植 我们呢 那个得道德的根本 生殖得本 所以最重要 就是不记在心上 我们不失的 行善的 记在心上 那个一定有果报 果报就是福报 那福报一想完了 想用完了就没了 那我们都不要 记在心上 就是把它抛入西空 那么这个呢 福报就变进入性分 在我们佛性的八四田中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 那我们八四田中 有这么多的 这一个功德所在 我们那个德性就建立了 所以以后就可以坐在共舟上 假如说我们都没有行善 帮助人 那个共舟上 坐不住 人家一朝拜 那个转小转 坐不住 他说一定要有德 要有实际的那个善 我们那个共舟才做得住 这个呢 就是实际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个梁武帝跟他讲说十五功德 然后梁武帝说为什么没有功德 他说这个是人天小国 有肉之因 虽有灰石 虽然有 它不是实在的 然后梁武帝说如何是真功德 什么才叫真功德 唐某指示说这个静至庙圆 三点水一个生 那个静 清静的静 智慧的字 庙 一个女字编在一个少女 庙圆 圆满的圆 静至庙圆 真正的功德 就是静至庙圆 懂意思吗 就是我们 那个波罗妙智慧 那个才叫做真正的功德 我们有波罗妙智慧 我们可以帮助众生成佛 帮助众生成佛 那个实际的 就是有功德 所以静至庙圆 如此的功德 不以事求 不是在凡尘 这个事项上来追求 而是我们的不生不昧 真心佛心 就在我们的本性之中 所以 这个 梁武帝一问 然后某指示就讲 就讲说 如是圣地的功德 不以事求 然后梁武帝又问 如何是圣地的地益 圣地 就是最上圣的那个 第一益 然后达姆指示就讲 扩兰无圣 扩 很广扩 扩兰无圣 没有圣环之分 那个就是 帝与弈 然后梁武帝他想 我就是圣上 就是皇帝 皇帝不是称为圣上 竟然你说无圣 就是等于没有 没有皇帝 你就看我没起来 然后梁武帝说 对正者是谁 达姆指示说 不是 不认识 对正他得了武运 他就受想行事 我哪知道这个 了解意思吗 所以达姆指示说 这个根气 还差得太远 所以他就到那个松山少林寺 去面壁 九年 各位前前 达姆指示为什么要面壁 面壁做什么 是在等待有圆人 他的无圆 无圆就堵不走 了解意思吗 所以说是要积眼成熟 我们渡人也是一样 也是要积眼成熟 就渡得动了 假如说没有积眼 那渡不来的 我们静了心 所以我们佛老师也讲 说自肉有成乐其事 假如说我们要度化众生 渡来了 我们乐其事 室肉无成 自不凡 渡不来了 我们自向不平凡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剩下十分钟 再不把握的话都要剪掉了 这个问题就是讲 释迦摩尼佛的时代 没有喇叭 就是没有我们那个扣音器 没有喇叭 那一两千人要怎么样来听经 所以各位先生 这个叫做用我们的头脑来诗 用我们嘴巴来论语 不是进入不可思议 佛的音声 释迦摩尼佛的那个 讲出来的音声 不用喇叭 他可以传到 无量无边的佛世界 所以那个木剑园不是有神通吗 对不对 他有一次就是要 这个了解说 释迦摩尼佛讲 讲经说法的那个声音 可以到达多远 他就一直用他的神通 一直飞飞飞 非常远的远 非常远 到到一个佛世界 那一个佛世界的人 有六七丈的高 我们不是只有五六尺 我们五尺多 我们收佛世界的众生 五尺多 他到那个佛世界 竟然是五六尺 然后那个木剑园去到那边 这么变一块堂 这么穿一块堂 然后就钓到那个人的 那个生枯 然后那一个人 想要去打他 那一个佛 主讲的那个佛 不要打 那个是收佛世界 释迦摩尼佛的弟子 叫做木剑园 叫做木剑园 你不要打他 他说怎么这么小 怎么这么小 他说收佛世界众生的虎很薄 所以显像的形象 就是那么小 然后那个佛就问木剑园 你来这里要做什么 木剑园说 我要试一试 释迦摩尼佛讲经 收法的音声 可以到达多远 他说你用你的那个意识 要来了解佛的境界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了解说 没有喇叭 不像我们现在 这个人 五六手而已 五喇叭就没声 这样了解吗 所以那个人天百万 人天百万就听得清清清清清清 所以那个不可思议 还有吗 好 我哪个要拿麦枯 好 小教师好 能不能请有小师简单把六道讲述一下 因为或许是在 在佛教他们里面的路一带 他把王爷马祖归到鬼道里面去 所以小时候师父亲 可以用来不接着这个讲一下 谢谢 把什么归到鬼道 王爷跟马祖 王爷马祖 是 因为我们要了解到 他那个出发点 王爷马祖 就是我们所说的七天神仙 他是在凡城有利益众生 然后他的福报 让他去当王爷马祖 也是要帮助众生 所以把他归路在鬼道 有一点 有一点 那个归路的人 他的眼睛太高 所以六道我们了解 就是天道 人道 欧修楼道 那 苏加摩尼佛有时候把那个欧修楼道 他不归路 这个三三道 因为欧修楼他可以 所有的都可以道 不管是天道 人道 欧修楼 都有欧修楼 所以佛不讲只有五道 那我们一般在称 就三三道三二道 三三道就是天道 人道跟欧修楼道 三二道就是畜生道 第一道跟欧修楼道 三个三三个二 那我们了解 我们一般的认知 那个欧修楼 就是要跟那个欧界第二天 就是套利天 我们所讲的那个三十三天 那个就是套利天 那三十三天是东西南北各八天 中间有一个第四天 皇帝的地解释的第四 那个天地就是世底繁荫 有时候我们称呼他叫乔士甲 乔士甲跟那个世底繁荫 他都始于那个三十三天 中间那一天的天主 套利天都以他为主 以这主 那个欧修楼就是要正这个位子 要正这个位 正这个天地 那个地势 那一个位子 可以领导这个套利天 所以这个时长 欧修楼就跟那个天地势 乔士甲在战斗 乔士甲都会用波尔 战胜欧修楼 大部分的记载都是这个样子 那佛不把欧修楼归路 在三三道 因为他都有 因为他有福报 欧修楼是有福报 可是没有德 有福啊 没有德 所以他才当欧修楼 那我们要了解说 在凡城这个德很重要 我们培养 有福报 那个福报会用完 用完就没了 你那个德可以使你能够长住 所以我们培养德才是重要 这个是四以六道 那我们在讲的 那个七天神仙 就是这些王爷 马祖 这个日游神 夜游神 这一些 他都是在凡城有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 然后去到这个天道以后 有一个位阶去接 接着参心 土地 王爷 阿玛祖 都有期限 这个比较少的五百年 比较多 他有这个八万四千年 有那么长 看看他在凡城的长度 是这个样子的 对他人好是一种义务 以责任 这个有何功德 这个写的人 心力好 就是对人好 这个对他人好 是一种义务 以责任 可是很多人都不认为 各位会认为说 对对别人家好 是一种义务跟责任吗 会不会 会不会 会啊 会那真的才奇怪 因为这个不符合真理 不符合真理 为什么 因为在真理里面 他没有两边 你对别人好 那一定有坏啊 对别人好是责任义务 那对别人坏呢 是应该的 所以这个不符合真理 我们要了解的 讲出来的 就是要符合真理 平常心才是到了 平平常常 没有说 我对别人好 就是我的义务责任 那你就很骄傲了 那骄傲以后 准备天上灰了 还一分钟 要有卖苦的才可以 好 那后学是财数学行 但是 来上这个心理心法班之后 才知道说 把自己真的是责任 那在今天 有讲成他讲说 我们更用生命 生命心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 在后学的 在路人成全人的经验里面 所以常常用生命善恶 喜悟这样子 都是用一种对待 也是一种 比如说离主得恶 这也都是一种对待 但是 用什么字会来讲 好 请坐 因为时间已经到 所以后学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要了解 我们说 若一化他人 自稀有方便 有没有 我们刚讲过 你要度化他人 你就是要有方便法门 那个方便法门 叫做 潜移之计 懂不懂意思 潜移之计 不可以的 可是你再度化他 可以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 我们就是要了解 那个都是活泼玲珑 可是 我们就是要了解真理的本身 不是 不可以把活泼玲珑 拉进来当真理 而那个是方法手段 目的就是要他能够进入修道 能够成佛 是那个样子的 那你用什么方法 你可以自己 用波罗妙智慧 去呈现 你跟他熟识了以后 知道他喜欢什么 你就讲他喜欢的 然后度他 度他 度他来了以后 慢慢了解真理 了解真理以后 他就会去掉那一些生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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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